自从幽柱准备越级挑战雷缠后 他整天都在与北神等人的训练中度过 在战斗过程中 幽柱越打越强 还不到一年 他就从单方面被人吊打 直接升级到一人单挑四人 而且还是毫无悬念地将众人一脚踹翻 这水平完全可以胜任当众人的老师 听到幽柱对战斗的见解 众人不得不服 果然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在众人训练过后 幽柱就该去找雷缠单挑了 然而当幽柱跑向塔顶的时候 光头们突然露出极其惊讶的表情 因为今天他们并没有听见雷缠肚子的声音 难道说国王出事了 北神的表情立即变得有些担忧 就在幽柱来到雷缠房间的时候 今天这位大妖果然表现得与往日完全不同 此刻的他竟然浑身冒着诡异的绿光 披头散发的模样看起来十分暴躁 雷缠一看到幽柱进入房间 便立马发狂式地将幽柱按到墙上 接着 雷缠向到流星似的又将幽柱推出房间 这一幕直接就让地下的北神等人纷纷傻眼 国王这到底是怎么了 暴妞的雷缠持续推着幽柱飞行 嘴里还不停说着给我吃东西 原来他的肚子又饿了起来 只是今天的雷缠有些控制不住饥饿感 整个人陷入到发狂的境地之中 雷缠一把将幽柱按在地上索取食物 幽柱间父亲已经失去自我 便立即与雷缠对峙起来 幽柱本以为自己实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应该可以压制住雷缠 可雷缠即便饿得失去了意识 也还是能用双手轻松对抗幽柱 接着更是一个绕后 直接咬在了幽柱的肩膀上 幽柱的身体立即传来极大的痛感 好在他用过肩摔将雷缠摔倒后 自己的父亲总算是清醒过来 幽柱看不惯雷缠失去力量的卑微模样 他是一个一心渴望战斗的人 与其看到雷缠拒绝吃人变成弱者 还不如去帮雷缠寻找人类 塞嘴里逼着吃好了 只有那样 我才可以和你展开强强对决的战斗 雷缠听到幽柱催促自己的话语是那般的激烈 整个人的性格又是如此倔强 雷缠顿时就想起一个烈线的女人 那还是700年前的事情 那时的世界家国动荡 百姓过着颠沛流离的悲惨生活 当年的魔界和人界还没有分界线 因此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许多的妖怪 有时候人类还和妖怪一起联手对抗强敌 当年的识人鬼雷缠对人类来说 就是一个强大的敌人 他在城市之中到处流窜 时常过着被人追捕的日子 有一天受伤的雷缠逃到荒野的一处房间之中 他在这里遇到了自己永生难忘的女人 长发女人神情淡漠的眼神里 充满着对她的不屑 她虽然脸色苍白 骨瘦如柴 可是她一点也不害怕雷缠的张牙舞爪 反而本着人道主义 竟然想帮雷缠疗伤 雷缠越是想用爪子威胁女人 就越发显得她像个小丑 毕竟哪有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呢 原来女人是一名特殊的医生 她通过吃下剧毒和病原体 在体内形成免疫力 然后又将自己有抗体的血肉 来做成药给人看病 女人给雷缠治好伤后 就自己一个人匆忙睡下了 雷缠坐在女人的床铺旁 突然有些饥渴难耐 她鬼鬼祟祟地想要对女人动手 既是想吃掉女人 也是想霸占女人 可是女人却一点也不感到畏惧 反而直接起身脱下衣服 展示自己美好的肉体 原来女人体内全是病原体 雷缠吃了女人以后 绝对难逃一死 因此她大胆地用身体挑衅雷缠 在她眼里 雷缠这种强大的妖怪 只不过是个小毛贼罢了 雷缠瞬间就被女人强大的气场震慑住 她一度感觉到自己连动弹都无法做到 当然 雷缠可以随时杀掉女人 只是那样的话 雷缠就会失去识人鬼的骄傲与自尊 故事发展到这里 两人本应该与死网破 或者不欢而散 幽柱强烈地向雷缠追问后续的结果 然而雷缠给出的答案 却让幽柱大惊失色 因为雷缠竟然向女人求爱了 毕竟女人是这个世上绝无仅有能够镇住她的存在 所以雷缠要是放过这个机会 说不定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在雷缠求爱求了整整一个晚上以后 两人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最终留下来的基因结晶 自然就是幽著了 雷缠因为感受到女人身为人类的强大 所以她在内心下定决心 等到下次与女人见面之前 都绝对不再吃人肉 可是女人生下孩子没多久后 她就死掉了 雷缠自然没能见到女人第二面 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女人的转世上 如果一直活下去 说不定就能再次见到她 从此以后 雷缠将见面一世 当作自己的信仰来看待 她就是凭借这股执念 从而活到现在 只是现在可能没有机会等到她了 幽著听到这里变得非常认真 你这大妖怪倒还挺长情的 雷缠转而说起魔族争霸的事情 在她对世界的思考中 雷缠认为 魔界 灵界 人间三个区域迟早会统一 考虑到两大国王想要争霸 雷缠告诫幽著可以联合驱当盟友 她只会对魔界感兴趣 不会干扰人间与灵界 但是千万要警惕黄泉 因为这个人极富野心 她有统一三界的想法 雷缠接着又嘱托幽著 好好对待北神等人后 一代枭雄 就这样遗憾地闭上眼睛死去了 没想到父亲竟然是这样离世的 幽著一时间心中也是百感交集 魔界也顿时电闪雷凝起来 似乎在为这尊战利天花板而送别 没过多久 幽著回到王国向众人通报了雷缠的死讯 大家全都露出了惊讶难过的表情 幽著顺手接管雷缠的所有人马 他成为了事实上的新任国王 随后 他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幽著打算直接去找黄泉谈判 这可把众人吓坏了 幽著 你这是到底想干什么呀 魔界都市中 藏马与黄泉敏锐察觉到雷缠已死 另一边的趋与飞影也感知到了这件事 现在只剩下两大国王 一场大火拼看来是在所难免 然而幽著的横插一角 却让魔界有了变故 他带着北神前来拜访黄泉 而且还非常的大张旗鼓 竟然直接就在悬崖上 高声呼唤黄泉出面接客 甚至幽著还带上了一包礼物要送人 黄泉发觉幽著这个少年还挺有意思的 他要好好迎接一番这个新任的国王 须与飞影则是讨论起幽著的目的了 他们想不通 幽著为什么会主动跑去找黄泉 飞影虽然一个家的嘲讽幽著脑子有问题 但是他实际上却是在担心幽著 这番傲娇的话语 不禁引起了屈的在意 他随便套了两句话 就看穿了飞影的小心思 我就知道你一心挂念着他 那干脆近距离去看看那个少年吧 屈立即调转方向 打算去找幽著了 黄泉招待幽著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边是让白发老头妖驼 准备点心款待对方 另一边却又让藏马安排士兵 盘算着对幽著处刑 而藏马这是与幽著一年以来的首次见面 藏马的眼神不禁变得无比凝重 幽著 你可要谨言慎行 不然很可能一句话就会引爆战争 回到办公室后 得知幽著即将到来的昼等人 都很期待这次的会谈 好想见见那个家伙啊 现在就过去找他吧 此时幽著已经来到黄泉的大厦底下 当他穿过士兵排列城的通道时 白发老头妖驼先拿出测力器 测试了一番幽著的妖力 上面写着的数字 竟然达到了恐怖的二十万点 这可把白发老头瞬间就吓坏了 开什么玩笑呢 另一边 当区域飞影搭乘移动要塞 来到了黄泉的大楼附近 两人跳到高楼上 监视着会客茶室里的一举一动 幽著与黄泉的见面会就在这里展开 藏马与六名妖怪 则是藏在一旁的小房间中 时刻准备接收黄泉的命令 对幽著处刑 此时众人通过近距离观察 都发现幽著变强了 大家不禁特别期待与幽著打架 只是决斗归决斗 众人都希望是在擂台上打 而不是耍阴招暗杀幽著 随后藏马在纸张上提出了一道两难选项 如果真要打起来 你们会帮黄泉还是帮幽著 在场的好几名妖怪 竟不约而同地写下要帮幽著的纸条 就算死死若完写了个考虑中 也立即被灵木给改成了帮幽著 好家伙 果然是全员二五彩 而众人的想法 其实也是藏马内心的想法 他微笑着感谢大家对幽著的善意 看来众人对幽著的友谊 根本就没有随着地位与时间而变化 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啊 紧接着 幽著与黄泉的见面会正式开启 幽著一进门就开门见山地说出真实目的 雷扎已经死了 现在我是国王 因此我这趟过来 就是想看看其他主将的实力罢了 这番挑衅的话语一出 立即就让黄泉警惕起来 他的妖气迅速准备外放 时刻都做好了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这一幕让密室中的藏马看得格外焦急 幽著 你这话说得也太明目张胆的挑衅了 就连远处用斜眼监视现场的飞影 也不住为幽著操心 蠢货 你可不要乱说话呀 眼看双方就要在茶室中大打出手 藏马等人也时刻做好了 冲出密室护卫幽著的准备 结果幽著却表示 在打架之前要先送上一份礼物 这份求和大礼 再次让事情有了极大的转变 黄泉也没想到幽著如此能屈能伸 看来他着实是个不好应付的对手 黄泉也只好用微笑面对幽著 请你打开包裹看看吧 幽著解开了自己带来的包裹 里面露出来的竟然是满满的宝石 一旁的北神看到幽著这么慷慨 瞬间就吓傻了 要知道 这可是雷禅王国的国家级宝石 琉璃丸 就算你是国王 也不能这么败家吧 黄泉见状便猜想幽著可能是找自己议和 可是当他用手触摸琉璃丸的时候 却意外地发现 上面竟然刻着文字 一枚蓝色琉璃丸上面 刻着蛆的名字 而其他的琉璃丸上 也有藏马 北神以及飞影的字眼 难道说 所有的宝石上都有文字吗 黄泉一下子也疑惑了起来 幽著这是想干什么呀 北神见状简直是越来越崩溃 幽著你拿国宝送礼也就算了 你还在上面刻字 你他们是想造反是吗 直到这时幽著才出面解释道 原来幽著自从雷禅死后想了很多 他知道 自己并没有统治国家的才能 于是便想出这个法子 也就是抛开国家的因素 来打一场魔戒擂台战 琉璃丸上刻着的名字 就相当于抽签 抽到签的人 只要击败了其他人战斗到最后 那么他就是最终的胜利者 也就自然是整个魔界的老大 这个提议看起来不错 也很公平 可军国大事 怎么可能变成俗套的拳击比赛呢 黄泉听完后 刚想否认这件极其幼稚的事情 结果一旁密室中的藏马 与朕等人就冲了出来 你黄泉不同意 可是我们同意啊 看到妖怪们冲出房间 与幽著亲密的互动 这一下瞬间就将黄泉整不会了 藏马 你也想造反是吗 外面的飞影看到这里 不禁对幽著的计策直呼神奇 就连一旁的蛆竟然也当场 同意了幽著的要求 这一下黄泉是不管答不答应 都必须答应了 没办法 那就来一场真正的魔界大赛吧 散会后 黄泉来到了一处神秘的实验室 他是来看望营养舱里的儿子修罗的 此时的他虽然还是个小孩 但是战斗力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八万点 简直是后生可畏 虽然说魔界大赛是国家间的战斗 但是黄泉还是将他看作了 是自己与蛆的一对一单挑 毕竟众人的妖力都远不及两人 如果黄泉能够培养出一个 妖力超过五十万的儿子 那么他就能打破单挑的平衡 决定最终的胜负结果 到时候 统不统一魔界 还不是由我黄泉说了算 另一边 游柱正与北深等人讨论比赛的事情 这时 一名壮汉戴着绿头发的美丽女子 突然来到众人眼前 他们都是雷产打架的嫁友 壮汉名叫燕鬼 绿发女子则是他的酒鬼妻子孤光 两人听说雷产死了以后 就赶过来奔丧 在燕鬼的心中 过去的雷产足以秒杀 趋于黄泉 他对雷产的死 多少感到有些难过 孤光则是因为自己曾经追求过雷产 结果雷产就为了一个人类女人 把自己给饿死了 这时让孤光气得那叫一个愤愤不平 毕竟这不是在明着说 自己的魅力比不上人类吗 所以追求雷产不成的孤光 只能和燕鬼在一起了 看着眼前孤光喝醉发颠咬人手指的模样 幽主与北神等人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女人也太有魔戒特色了 幽主带两人来到雷产的坟墓前祭奠 孤光更是趴在墓碑上痛哭起来 他与燕鬼都十分怀念过去的雷产 正因为有雷产的存在 他们才能在战斗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这时远方又有一群人过来了 这些妖怪都是雷产过去的嫁友 他们全都带着花为雷产祭奠 幽主看到这里 心中一阵百感交集 虽然他这一年来都只和雷产打架去了 但是能够看到父亲有这么多朋友 他的心中也是十分开心 祭奠完毕后 燕鬼带着众人向幽主表态 他们也会去参加接下来的魔戒大赛 这下现场顿时又会产生出许多的变数 当这群妖怪怒吼着激发出强大妖气 立即就引爆出一阵极其耀眼的红色光芒 这阵红光将幽主等人轻松逼退 接着又化作冲天光束直上云霄 这是众人在向已经逝去的斗神雷缠智力 不只是幽主 就连远在天边的区域藏马等人 也察觉到这股力量的强大 这股洪荒之力 甚至将白发老族的侧离气给炸坏了 当黄泉感应到这股极其强大的妖力时 他原本平静的内心突然有了强烈的波动 当强者遇上强者 黄泉竟然有了渴望与之对战的躁动感觉 加上营养舱中的修罗也一度跃跃欲试 于是黄泉便当场宣布 这场魔戒大赛 我是黑白 下期见